7日11点50分左右 空情队驻台东机场的勤务中心接获电话 表示绿岛一名30年次的田姓男子 因为肺炎的问题 需要紧急后送回台治疗 空情队立刻启动了空情直升机执行任务 并且将这名男子平安地送回台湾本岛来治疗 空情队与地面的救护人员将男子送上担架 并准备将他送往医院治疗 空情队驻台东机场第三大队第三队 今日上午11点50分时 接获勤务中心电话 表示一名绿岛地区的田姓男子 因为肺炎问题需要紧急后送回本岛治疗 而空情队在接获通知后 立即启动编号NA709号的直升机执行任务 并在12点20分时降落绿岛机场 搭载伤患议员家属议员合计两名成员后 沿着沿航线返回台东机场 并在12点46分时降落 将伤患交由地面的救护人员 转送医院进行后续的治疗 圆满完成了本次的任务 记者陈吉林 台东市报导